好 欢迎继续关注正午30分 昨天上午一辆运钞车在给陕西农业银行汉中市某营业部送款的时候 一名男子突然冲上去试图抢劫运钞车上的三名押解员和男子展开了波动 在陕西汉中市中心广场 一辆运钞车正在给农业银行一个营业点送款 三名手押员刚下车准备进入银行营业大厅时 意外发生了 准备送出了 拿着这个款项包准备给银行送了 就发现他在抢劫 手押员王伟立即将车门锁闭和另外两名同事一起将男子团团包围 银行安保人员也纷纷上前帮忙 很快将男子制服 经过现场人员的清点 运钞车和银行的财物没有损失 他们抢的啥 抢的是评证包 评证包里头啥东西 是银行的所有的单据 里面没有钱是吗 没有钱 目前嫌疑人已经被带回警局接受调查 谢谢大家